美国现在所采用的手段 是极限的施压 也就是说黑白脸不停的转换 过去戴琪唱黑脸 耶伦唱白脸 那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 耶伦转唱黑脸 戴琪转唱白脸 然后他们不断的在做转换 然后但是问题就是 施压的手段不会停止 所以商务部就一直公布 一直宣布这个新的制裁方案 然后对于中国的企业 或者美国的企业 就一直不停的在于实施制裁 而且一直不停的在扩大 那这样的一个手法 其实我们叫做极限施压 那他的目的就是逼得你屈服 然后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施压 我一直我说我要跟你谈 然后在你还没有跟我谈之前 我再继续施压 然后呢这个人本来先说 我不想跟你谈 我们就是要跟你狠到底 然后呢一下子才又说 我们没有要跟你脱钩 我们是可以谈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一个人就跟你说 哎呀你不能这么狠啊 我们应该要跟中国大陆来和 然后好像就是一直给 中国大陆好像说 我可以找叶伦谈 所以刘鹤跟叶伦就有谈了 然后但是问题就是 美国就不断的三个人在 就是三个人叶伦 还有戴琪 还有就是雷蒙多 他们三个人就不断的在玩这个手 玩这个角色互换 然后自己的角色也不断的在互换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继续施压 也就是制裁的手段 继续不停的在增加 那这个目的就在哪里 就是玩一个极限施压 然后又一直给你希望 就好像说我把你这个囚犯 关在监牢里面 然后每天就告诉你说 你可以可以去放风 但是呢我今天就是不给你放风 但我告诉你 你明天可以放风 然后给你一点点希望 然后后天呢 就果然让你放风 但是你走得一半 快到窗户了之后 又把你走回来 但你看到窗户了 你又被叫回去 黑暗的监牢里面再关着 然后呢再继续跟你说 我后天我可以给你放风 如果你放风 如果你乖一点的话 或是你如果让步的话 那美国就一直不断的在玩这种 对于囚徒的一种 我一直给你施压 一直让你越来越痛苦 然后呢再给你一点希望 最后呢你就 整个新房就破了 你就俯首称臣了 你就让利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这是一种谈判的策略 这个策略在过去来讲 美国用在很多国家都有效 我们也在观察 现在用在中国会不会有效 那如果中国到最后被破防了 那中国一定最终就让利了 所以我觉得谈可以谈 但是呢每一次谈最后 如果中国坚持不让利的话 那就一定是破了 就破局了 然后呢美国又开始继续跟你玩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 不能够一直在被挨打 因为中国应该要反打 也就是说 例如说前段时间对美光的实施 这个调查就是正确的了 而中国应该要选择更多的标的 但是中国大陆在选择标的的时候 其实很谨慎 因为它又不能够让外资却步 但是又必须要对于美国的若干的企业 要狠打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挑得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大陆还是要耐下心来 一直挑 找到可以打的地方还是猛打 我觉得每一次跟你谈 但是每一次就是跟他破局 因为他的政府撑不下去 他们的政府一任四年 你跟他玩四年嘛 玩完这一届再玩下一届嘛 但中国大陆的政府可以连续一直做 所以我觉得你占有绝对的优势 你就是不要让步 他们每一届将换到最后呢 他们想连任的时候 他就破 美国就破防了 好那当然了 这个现在大家就看 到底谁在唱黑脸 谁在唱白脸呢 以刚才我们在讲 本来都在唱黑脸的戴琪 他现在从鹰派要转成歌派了 所以才会说 我们没有要跟中国经济脱钩 可是另外一位常常被视为歌派的 不就是美国的财长叶伦吗 但叶伦呢 预计在20号要发表一个重要的谈话 但这现在呢 看起来呢 已经有美国媒体得到了他的讲稿 所以也做了部分的披露 那么他里面呢就谈到说 美中关系的三大目标 而且呢还提到说 呃 这北京政府为他的国内工业提供补贴 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强权 那么拜登政府正推动重新调整 美国经济跟盟友的经济的方向 要远离中国 那提到了当然有一些部分的项目 甚至呢他也提到几个关键字 是什么呢 即使这些政策可能产生经济的冲击 但他们是由直接的国家安全考虑所驱动 所以什么一切的一切都要把国家安全放在优先 所以就算是牺牲了经济利益都在所不惜吗 这会是财长叶伦一向被视为歌派的人讲的话吗 杨老师 这是被写出来的稿子 而且先放出来 他还没做这个演讲对不对 对 这个稿子先放出来了 那因为叶伦在过去他有两个角色 一方面他是拜登里面非常关键的这个财政 金融方面的财政部长 那他过去在这个相关的领域地位很高 他做过领主会主席 他先生是前是这个经济诺贝尔学奖的得主 所以他其实是拜登的这个内阁里面 滋望最深的 但另外一个角色 他有一点像刚才提到的 有一点这样做一个比较是这个白脸 他在最早的时候 前年的7月就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 说应该要这个削减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 然后呢他说这个是美国的企业跟消费者 已经在造成的负担 同时他警告这个可能会增加美国的 就是通膨 哇 完全被他讲中 所以他这个地位更稳固 他更这个直化的是什么呢 就上个礼拜 他就说嘛 美元的霸权可能会受到挑战 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制裁 以及整个各个国家开始在 多比较使用本国货币 虽然我们都了解 美元其实在所有的国际交易 还是百分之八成六 百分之八十六 这个还是在使用美元 那人民币也只不过是从去年的二 到今年的四 列为大概增加了一些一倍 这也是不得了 可是呢还是相去甚远 可是身为财政部长 他都讲到美元霸权可能会被削弱 这已经代表着一个大的趋势 那现在他二十号的演讲 居然他的稿子先被释放出来 我觉得各位就很清楚嘛 你这样一个人他会有先写一个稿子 而他的稿子要先释放出来 是不是 也就是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第一个是被写的 第二个 你不能再跟 讲演讲的时候 你不可以再改 突然这个改话题哦 对不对 你要照搞演出哦 对不对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了 当然他也有一定的程度被说服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经济 做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的时候呢 现在面临到的 不是只有贸易 不是有经济 事实上是两国的竞争 中国对美国的挑战 要建构他自己的秩序 特别是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威胁 等等之类的 所以那就提到了乌克兰战争 或者是提到了台海战争 以及提到台海战争 可能会对于 就是说东西太平洋的威胁 对于美国的这个地位的影响 我觉得他也某种人都被说服了 但是各位要了解这个背景 一个被写好被先释放出来的稿子 这里面的第一项 居然讲的是他过去很少提的 人权和国家安全 后面才是提到了经济关系 以及重大全球合作 中美之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 跟他过去一贯的作风 做演讲的方式 跟他在这个拜登的地位都不一样 所以呢这里面就进一步推论 拜登现在政府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 其实是越来越趋向强硬 可是呢 另外他也透过像刚才讲的这个戴琪 或雷蒙多 雷蒙多最近好想去大陆啊 对不对 可是他用什么 就是去不成 他用什么方式要说他要去大陆 他说你2020年 2021年答应的那个第一阶段的协议 就刘鹤签的协议 本来要买5000亿美金的 结果最后只买了将近不到3000亿 所以你还差了2000亿 他怎么办 他还指定要 那你要买波音 因为最近买了太多这个空八了 加起来将近600架 9月 去年的7月 9月跟今年的4月 对不对 肖茲来也买 马克宏来也买 那现在去年整个波音 卖给中国大陆只有8架 然后呢 空八呢是100架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 那还有这样子的 最近过去多久了 是不是 而且当初签的这个协议是说 我尽我的能力 那结果因为你也做不出来嘛 空音链也受了影响 又加上疫情 所以现在变成这种情况 那他用业人的方式 改变他的立场 或者是强化他在国家安全的立场 让他由歌转音 由白脸扮灰脸的方式 让可能北京这边感受到压力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街